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,WHO,排挤,今年又被世卫大会,哈,距于门外,引起国人愤慨。 前中兴大学旗馆系副教授沈建德及台南市议员李文正,市议员参选人李启为等独派人士 今天下午在南市议会召开记者会,质疑连高中的历史课本都写台北合约把台鹏交给中华民国,这根本是伪造历史,卖台,制造中国并吞台湾的法律依据,难怪台湾无法参加哈,沈建德等人表示,因为若台鹏交给中华民国,根据1971年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,就是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, 在这个决议,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了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,由于WHO是联合国的附属单位,所以连WHO的席位也被北京接收,目前台湾无法加入WHO,出席哈正是这个原因 他们出示现今高一历史课本中,各版本引用有关旧金山合约及台北合约的叙述,各版本大同小异,指1952年中华民国根据旧金山合约的精神,与日本签订中日合约结束战争关系 台湾主权因此移转给中华民国,沈建德表示,事实上,台北合约,中日合约,没有任何文字把台旁主权交给中华民国,国使馆出版的蒋介石1951年8月31的日记,明白记载,接受双边合约与多边合约性质无益的内容, 也就是接受台北合约与旧金山合约性质无益的内容,那就是,日本放弃台鹏,没交给中华民国 而当时的外交部长叶龚超,1952年7月15日在立法院达询说,台北合约日本仅放弃台鹏,并未交给中华民国 他们质疑说,高中的历史课本都写台北合约把台鹏交给中华民国,这是伪造历史,卖台,制造中国并吞台湾的法律依据,它背后隐藏的中国因素显然易见 即将实施的12年国教课纲,也将继续规范台北合约台湾主权移转中华民国这个为史 作为新课本的内容,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吴茂坤知道吗?